各位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中院門的長法 中院門長法分為四個等級 分別是低等低級、初等初級、中等中級跟高等高級 其中低等低級是原始型長法 另外三等都是柔檔型長法 我們從側面看一下正面原始型的長法 也就是低等低級的長法 手肘是不動的 只動了小背的部分 身體也是不會動的 現在我們再換另外一頭來看一下正面原始型的長法 一樣你會發現他的手肘是不會動 而且身體也是不動的 會教到正面原始型長法是為了解釋防衛 但是在實際上這個是不可以用的長法 現在跟各位說明一下為什麼中院門不使用正面原始型長法 它就像我們一般人在鼻環裡一樣 手肘定在桌面上 單純的用力將對方壓倒 這時候就是有力技術 所以我們不用 現在我換個角度來看正面原始型長法 一樣這時候你會發現你是用力用小背的力量去把對方壓倒 所以這是一種有力的技術 現在再為各位介紹一下正面原始型長法 也就是我手肘不動的狀況下小手被下壓 這種下壓的方式會用到力量把力量吃在敵人身上 那在一般我們練習太極拳套路的時候 經常會不小心用到有力的正面原始型長法 例如像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狀況就是我們剛剛正面原始型長法的一個展現 那這樣的展現會在用技時不知不覺 或者不小心或無意間不小心用力下壓壓到敵人 而產生的有力技術 因為正面原始型長法它是有力技術 可是中院門不教有力技術 所以我們使用柔掌型的長法 那正面柔掌型長法它的特色是 中間是個軸心會旋轉 依著軸心旋轉走會往上長往下 現在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看一下正面柔掌型的長法 注意這邊是個軸心 所以你看到的是依著軸心做旋轉 走上長下 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看一下正面柔掌型的長法 一樣注意這邊的軸心 它就依著軸心產生了柔洞 正面原始型長法 看看是不是很像跟人家說拜拜或者像雨刷一樣 這是一個有力的技術 因為中院門不使用有力的技術 所以我們不採用正面柔掌型的長法 只是用來解說防衛 那另外我們要用的是柔掌型的長法 像蛇一樣 為什麼我們要使用柔掌型長法 而不使用正面原始型長法 這是因為如果我使用正面原始型長法之後 你看走不動的狀況下 會把對方壓下去 這是有力的技術 可是如果我現在採用的是正面柔掌型長法之後 你會發現我不施力在對方的身上 但是我手肘會往上提 另外一個地方是 你會發現我們在接合點地方 它改變了攻擊的角度與方向 正面柔掌型長法已經是初等初級的長法 但是還是不能用 因為當我採用正面柔掌型長法的時候 如果遇到主力的時候 正面有個正力來主力的時候 我的掌沒辦法進到我的後雨 那如果硬要前進 一樣會做到用力的方式 所以正面柔掌型長法是從我這邊進到我的肩膀 但是如果敵人從我的中線打來 那我的掌是不是被阻掌在中線呢 如果我硬要進去是不是會推動敵人 那如果我推動敵人 這就是一個有力的技術 而不是我們要用的無力技術 所以說正面柔掌型長法 是個低等低級的長法 而正面柔掌型長法 還只是初等初級的長法 因此都是不能用的 我們必須進到中等中級的柔掌型長法 為各位介紹一下 中等中級的必正打起來型長法 現在我們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下 必正打斜型的長法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下 必正打斜型的長法 現在我用這把木齒來說明一下 必正打斜型的長法是怎麼操作的 首先我們先來一個位置的定義 假設我肩膀到這裡 那這裡就是我的斜角線 待會我會把這個木齒放下來 各位請記得我待會手掌的 裂的跟手的操作流程會在這條線上 因為這樣的操作長勁 裂勁 走勁 會帶動我身體的旋轉 所以我可以必正打斜 剛剛為各位所示範的必正打斜型長法 基本上就是我的手掌進入斜角線 小手臂進入斜角線 手肘的部分進入斜角線 那也就是王中衛組織所講的踩列走近斜角 因為踩列走近斜角會引動我身體的旋轉 那我這個旋轉除了產生90度之外 又可以避開DM從正面打來的攻擊線 現在要為各位強調的是 必正打斜型長法的操作流程 它必須是踩列走依序進入斜角 因為踩列走依序進入斜角才會帶動我身體的旋轉 絕不可以使用身體轉動之後 把踩列走放入斜角裡面 如果使用身體轉動之後 才把踩列走進到斜角的話 以後再使用內家的攻防技術 包含摔打拿踢 都會有一連串的錯誤跟問題產生 剛剛為各位所介紹的必正打斜型長法 基本上在內家已經算是非常好的長法技術 可是人不是高等高級的長法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發現當我使用必正打斜型長法的時候 它身體的移動距離是有限的 局限在這個兩腳寬上 另外就是它沒辦法帶動我的步伐移動 所以它算是中等中級的長法 由於必正打斜型長法 它在運必正打斜過程中 身體移動的範圍比較小 或多或少或者不小心會容易產生抵抗 也是誘導力量 因此我們要採用更高級的長法 就是斜角旋轉型長法 來避免這些狀況的發生 接下來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最高等高階的斜角旋轉型長法 它是結合了必正打斜型長法的 踩列走進斜角外加上靠 也就是踩列走靠近斜角 現在要為各位說明一下 假設斜角線在這裡 一樣當我的手掌進入斜角 小手臂進入斜角 走進入斜角 以及靠進入斜角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不但靠進入斜角了 連我的步伐也進入了斜角 這就是斜角旋轉型長法 剛剛我為各位所示範的斜角旋轉型長法 最大的特色就是用 單純用掌來帶動身形抱步伐的移動 也就是這樣的操作 並不是由步伐來帶動身形 所以說王中越太極拳的斜角旋轉型長法 是利用踩列走靠進入斜角 帶動身體的長法 是一種直領式的長法 而不是一般我們所認知的 用步伐帶動身體或手的太極拳 所以直領式長法就是王中越太極拳 也是我們中越們的特色 所以說練王中越太極拳 一定要練到踩列走靠進入斜角 才算是真正練到王中越太極拳 所以說只練到正面原始形 或者正面柔融型長法 以及必勝打斜型長法 而沒有練到斜角旋轉型長法 都不能算是真正練到王中越太極拳 所以說明天是真正練到王中越太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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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明天是真正練到王中越太極拳